大家好,我们现在所进入的这条公路呢,是无锡的环湖路 那这条公路呢,也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公路 那么它连接的马山那边呢,有很多的景区 同时在这条路上还有18万景区等等一些重要的旅游景点 那这条路呢,算是整个无锡非常优美的路之一了 像嘉阳路也确实不错 这条路呢,主要是它的绿化比较好 而且大家感觉开起来呢,蜿蜒曲折的,非常有驾驶的感觉 这条路呢,个别路段是有红绿灯的,就一两个红绿灯 然后整体来说,非常通畅,基本上是80的速度 大家在驾驶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 因为它这个弯特别多 像今天呢,就比较堵 我可能听到消防车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礼拜天,所以说可能是有事情发生 大家可能也能听到消防车了 所以这儿堵了大概是四五公里吧 那今天的拍摄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过没关系,我们多等一会儿 看来真是有事情了,消防车都来了 这边又交警消防车 怎么这么多人呢,什么事儿周围 这是撞车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就是延伸到太湖里面的 当然它只是在边上 整个华安太湖公路呢,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红灵灯比较少 刚才那个堵是特殊情况 到这个地方呢,基本上 华安太湖公路也都到头了 那么,往左去呢,就是十里明珠堤 然后往前去呢,就是S230 那么马山移兴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单侧的 环台湖公路的体验就到此结束了 再见 好好的 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